近日,中国搏击,全机界好消息不断传来,坦克邱建良登顶与量级世界第一,加冕中国自由搏击历史第一人,英国重量级拳王约书亚点数击败塔克,成为三大组织重量级统一冠军,在终结100%KO率的同时,使得亚洲重量级第一人,中国龙王张军龙独自称霸世界重量级KO率排行榜,从而改写了中国拳击历史。 此前张军龙和约书亚两人均100%的KO率并列世界第一,随着帕克将约书亚拖至12回合结束,约书亚的最新战绩变成了21战全胜20次KO对手,KO率将至95%,已经低于WBC拳王维尔德的98%,战绩19战时9胜19次KO对手的张军龙以100%的KO率,成为重量级前50位选手中,唯一保持全胜前KO的双百,拳王, 为亚洲黄种人在重量级领域争得了无上荣耀,张军龙目前高居世界重量级综合排名第17,这也是亚洲黄种人重量级拳手的历史最高位次。 前两个级别的世界拳王阿达梅克,前WBC重量级拳王史蒂文内,现WBA重量级常规拳王查尔,前WBA重量级冠军卢卡斯布朗,前WBA次重量级拳王琼斯, 奥运冠军约卡,以及吉索拉,丘吉普里,斯皮尔卡,茉莉娜,法克,詹年斯,华盛顿,乌斯币诺夫,利派,皮安内卡等前世界拳王挑战者。 军台在张军龙之后,凸显了中国龙王在重量级拳坛的国际地位,尽管张军龙目前还没有达到世界综合排名前10的高度, 但亚洲黄种人拳手过去在世界重量级前300中都难逆踪迹,如今张军龙机身重量级世界前20已堪称奇迹, 而龙王在持续的高水平训练之下,实力仍在不断上涨,未来尚有不小提升空间,十分有望在今后再创新高。 据悉,张军龙将在不久后打响个人的第二十场比赛,继续在中国顶级元创拳击品牌赛事, 拳武王中,未免他的WBA大洋洲重量级拳王金腰带。 此前张军龙已经实现了该头衔的六次成功未免,超越帕克成为这一头衔未免次数的记录保持者, 连续未免同一个冠军头衔六次,同样也是中国所有职业选手中的最高纪录。 仅去年一年,张军龙就武策捍卫了WBA大洋洲重量级冠军王位, 尤其后四场在拳武王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。 去年3月拳武王创始之战,张军龙88秒两次中拳击倒WBC拉美冠军索尔法拉赫, 将个人的标志性绝技,Main雷基赋全发挥到极致。 5月和7月,龙王分别在第二和第一回合, KO了WBO拉美冠军佩德罗奥坦斯,以及南非重量级拳王, 终结了桑德斯职业生涯的奥斯伯恩·麦西玛纳, 不断书写着他的KO神话。 年底在北京举行的拳武王年终总决赛, 张军龙耗时96秒横扫全WBOIBF双料世界拳王维克多拉米雷兹, 将全年的强势表现推向巅峰, 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拳坛年度最佳拳手。 2018年,张军龙将向着更高目标发起冲击,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。